什麼?法官給他保釋?你搞什麼?他一定會逃避的 兩個議員一個牧師又怎樣?你扣留去旅遊證件是沒用的 逃避是不會坐飛機的,猛人 以上一段電影對白,今天重看,令很多人產生共鳴 事源事源犯下欺詐罪,設為港區國安法的三國部老闆黎智英 竟然成功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可以回家過聖誕 有不少人批評黎智英事源干犯的嚴重罪行有機會潛逃 還讓他保釋,不怕他走路嗎? 喜宇就認為法庭雖然定下被認為頗賴的保釋條件 但以黎智英的人力財力,要走路是否不可能呢?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十二門徒想潛逃台灣被內地海警拘捕前 其實有不少黑暴分子都成功從海路潛逃到台灣 這些人可能只是黑暴運動中的無門小卒 而且成功保釋的黎智英 財力、勢力絕對貫注整個攬炒牌 如果他要走,套用上述的電影對白,為什麼一定要坐飛機呢? 黎智英事源觸犯的,其實是罪責極重的港區國安法 喜宇看相關的條文,其中第42條就寫明 對罪犯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的理由 相信他是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準於保釋 喜宇用平常人或者較為淺白的意思理解這條文 其實是指除非法官很相信被告不會再犯,否則不可以保釋 老實說,黎智英不論在公開平台,網上平台,甚至親身行為,罪嫌都相當重 喜宇真心想問,法官依據什麼判斷,繼而相信他又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呢? 退一步說,之前那麼多人被法庭批准保釋後潛逃 除了因為法庭之前的保釋條件寬鬆愛,香港其實沒有一套很完整,防止人走路的機制 喜宇又想問,如果有涉為嚴重罪行的重犯,法庭被他保釋,合理 同樣是闖罪,法庭決定被被告保釋前,是不是應該有一套陪套 或者系統防止人走路,例如是電子腳療,或者是電子追蹤器? 之後黎智英會不會走路,喜宇不知道 但如果黎智英真的走路,喜宇就會有疑問,有沒有人要為此負責? 無罪假定這個原則,喜宇認同,但大家可以視想下 為什麼事然犯下闖罪的人一般不難够保釋? 因為你的潛途風險極高,法庭需要在個人利益和公義之間取得平衡 當其他事緣犯下國安法的人不可以保釋,而黎智英可疑 其他市民和喜悅一樣充滿問題 universo Overall,V firmsغ学在各方面大廈之在 使用回事可以入行,請翻證一下 別人人說我こんな人 tribal議員